台北尽宗学会 陈会长 谢杰天居士 诸位法师 诸位大德 诸位同修 大家好 今天晚上我们有这样殊胜的聚会 我们非常感谢谢居士夫妇的安排 这一次晋空回到台湾来 明定的计划是回来 将阿南问师夫吉凶金录一套广播的引带 预定是四十个小时 每天录像四个小时 十天圆满 没有预定做任何的活动 这个事情我在离开新加坡的时候 以及上一次在香港奖金的时候 我都向大家宣布了 从今以后 我不再参加大型的活动 那么像这种形式 我全部都终止 全面退出奖金教训 为什么要这样做法呢 我深深深感到过去 许多这些老法师们 发心 而对于佛门里面最重要的 这个根本大经 都没有办法完成 都没有办法完成 包括我的老师李炳南老巨师在内 他老人家在晚年 我们深深深希望 他能把《华严经》讲圆满 留给我们后学做参考 而是限于讲经的环境 那么他老人家 诸位也都清楚 每一个星期讲一次 而且还有台语翻译 虽然是两个小时 实际上只讲一个小时 那一年呢 除了过年放假 实际上只能够使用四十五个星期 换句话说 一年只能讲四十五个小时 所以他讲了很多年 还没有能讲到一半 他老人家就往生了 我们感觉到非常的遗憾 这些年来在海面外 有许多法师大德都告诉我 希望我能把《华严经》讲一遍 我们过去曾经在景美华藏图书馆 也讲了不少年 我记得七年后啊 总共是十七年 因为常常到国外去 这个就是讲经就变成断断续续 也没有能够讲圆满 大概在八十八年跟李老师的进度差不多 另外四十八年也讲了三分之一 这总是很遗憾的一桩事情 想到这是我们佛门一桩大死 所以我必须要考量到 现在年岁已经不小了 将来衰老之后啊 可能是心有余而立不住了 所以沉着现在身体还可以 我预定了 那么从今年十月份就开始 今年十月份开始 西方在八十岁之前 这五年的时间 每年我在乐阴诗里面讲经 对外面都不讲了 也不教学了 所以我的工作在乐阴诗 每一天讲四个小时 每一年呢 每一年呢 讲足三百天 这个样子 一年就有一千两百个小时 五年呢 总共有六千个小时 我准备用三年 三千六百个小时的 把华严经完成 然后再用一年的时间 也就是这个六百个小时 完成发华经 六百个小时完成乐阴经 最后一年呢 一千两百个小时 我把净土宗五经一论 重新再讲一遍 那我自己这点愿望啊 也就完成了 所以有许多同修 邀请我讲经说法 我把这段事情告诉他 我说等我八十岁之后啊 我这个事情完成了 六千个小时完成了 你再来找我 我陪你去云游世界 那么这个五年当中呢 是 就是 确定时间 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完成 我们这一生呢 对得起佛教 对得起老师 也对得起我们学佛的同修们 所以 一切活动 包括了过去 我的对于各国宗教的活动 各国不同族群的活动 那么这些活动 我已经拜托新加坡李牧原居士去做 我是全面退下 这个 有一点像闭关的样子了 不过我这个闭关是在摄影棚里面 对吧 网络啊 还是支通的 网络可以支通的 那么在这个五年当中 希望同修们不要给我写信 因为我不看信件 也不要给我打电话 让我把心整过定下来 把这个佛门打死了 让我完成 啊 这个就是 诸位对我真正的爱护 啊 也是对我真正的护持 啊 首先 跟诸位啊 要报告的 啊 昨天 我在佛陀教育基金会 有一些同修啊 发心 研讨 研讨 这些同修啊 这些同修啊 是我们 近代的一位 真正的善知识 啊 近宗 第十的三代的祖师 我跟印竹语言分也非常之深啊 李炳南老爵士是他的学生 李老师在当年跟我提过很多次 要我学印光法师 做印光法师的学生 那印族已经不在了 他说 印族的文钞在 这些年来 台湾呢 已经将 印光大使群集 印出来 我们只要 读他老人家的教诲 依据他所讲的道理 方法 认真地去修学 这就是印族啊 真实的弟子 我也很认真地努力去学习 印族一生教人 总纲领 只有十六个字 顿伦尽分 学习存尘 老师念佛 求生尽土 这十六个字 这十六个字 他老人家自己一生做到了 实在讲是我们修学最好的模范 我们 我们 身在 先前这个时代 全世界的灾难频繁 社书 社书一年比一年多 而且一次比一次严重 美国 美国从911事件发生以来 我想 整个世界 整个世界 人心惶惶 如果这件事情 处理得不当 大家 心里头都明白 恐怕会引起第三次大战 第三次战争很可怕 是 增化核武的战争 那让我们再想一想 过去二十多年 我在美国的时候 很多同学 拿着外国许多的语言来给我看 我也看 都说公元1999年2000年 这个世界又在那 基督教的圣经 伊斯兰的古兰经 都说有世界末日 这些经典 我都读过 好像呢 这个99年跟2000年 平安过去了 可是美国那边有同学打电话给我 他说法师 没有过去啊 我说怎么回事呢 他说古时候人记载啊 就像我们中国人讲的 他虚岁啊 小孩出生就是一岁啊 到第二周年就两岁了 那这样算起来呢 2000年一年呢 才真正是古老语言里面讲的 2000年 我想想的时候也有道理 再看看呢 现在实际的发展 是在非常令人感到恐惧 感到不安了 但是我们身在今天 这个是共业所感 所以有许多同学来问我 特别是在美国的同学打电话给我 传真给我 我们要怎样度过这个劫难 那么既然 既然在那现前了 是佛的人 一定要相信佛陀的教会 对于劫难 那些人 决定呢 不能够惊慌 不能够恐怖 灾难呢 能不能化解呢 在理论上讲 是决定可以化解的 事实上呢 那有相当的难度啊 难在哪里呢 但一切众生呢 真正能回头 真正能够反省 能够改过自新 这个劫难就没有了 佛在大臣聊一经里面 常说 一报随着正报转啊 一报就是我们今天讲的 天灾人后啊 我们的生活环境呢 正报是什么呢 我们的齐心动力 言语造作这些行为是属于正报 所以这个物质环境呢 跟这个我们的念头 决定是一状四行 不是一状四行 这个礼很深很深 心跟无 在佛法讲 是一不少 诸位常常念的心经 这个大家念得很熟 心经上讲的 色不一恐 空不一色 色即是恐 空即是色 色就是物知 心就是精神 确确实实 它是一不少 现在我们把它分成两个 两桩四行来看 这是错误的 这个里头才产生矛盾 才产生了妄想分别之处 是我们世间 所有一切苦难的根源 不但是苦难的根源 是六道轮回的根源 是十发界的根源 如果我们把这些妄想分别之者 统统都放下了 世界原本是一真 佛家讲的一真发界 一真发界 是祝福菩萨所证的的境界 那个境界才是最圆满的 最究竟的 最幸福的 这个里面 所以是只有乐而没有苦了 西方极乐世界是一真发界 《华原经》里面讲的 《华藏世界》也是一真发界 这是我们从经典里面 世尊教导我们的 那么对于如何能够把佛法 落实到我们生活上 这一点我相信许多同修们 非常的关心 因此我们学佛 首先要认识佛法 佛法究竟是什么 1977年 我第一次到香港讲经 住在中华佛教图书馆 这个道场 谈虚法是建立的 里面收藏的书不少 尤其是苏州 《红花社》出版的 因为《红花社》是 运光大使办的 我对这个《红花社》的东西 非常留意 在这些书本里面呢 我翻到一个小册子 这个小册子 唐大元的讲演 不是唐大元 欧阳大使的讲演 王文阳的笔记 记录下来的 他的讲题 是佛教 非宗教 非哲学 而为今世所必须 这个题很吸引人 佛教不是宗教 也不是哲学 我还第一次听到 我学佛入门 是从佛经哲学入门的 他怎么说不是哲学呢 我把这一篇讲演细细看看 觉得他讲的很有道理 这篇讲演呢 是在民国十二年 地点是在第四中山大学 第四中山大学 就是现在的南京司法大学 我从这篇讲演得到很大的歧视 那么佛教到底是什么呢 甚至讲啊 唐大元居士啊 只说出他不是宗教 不是哲学 而是现在的所必须要学学的 我们再仔细去观察 我明白了佛教是教育 佛教是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 他确实不是宗教 不是教育 怎么说是多元的社会教育 他的教育超越了故土 我们今天讲国家的界限 超越了种族的界限 超越了宗教的界限 我们在经典里面看到 十十多多的宗教徒 接受释迦牟尼佛的教诲 像《华严经》里面 五十三餐 我们看到圣热婆罗门 圣热婆罗门是婆罗门教 现代的印度教 帝心外道 所以在经典里面看到很多其他的宗教徒 像当时印度的余切素论 许多人都向释迦牟尼佛请教 做释迦牟尼佛的学生 因此我们把佛教的本质搞清楚搞明白 我们说佛到底是学的什么东西 接受释迦牟尼佛的教育 他的教育教我们什么呢 我们要用一句话说明白 不如经上讲的 著法是像 这一句要用现在的话来讲呢 宇宙人生的真相 所以世尊教导我们的 是讲宇宙人生的真相啊 再说得明白一点 他老人家把这个真相呢 分成三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 是教导我们人与人的关系 如果我们把这个关系搞清楚搞明白 人与人之间能够和目相处了 人或就没有了 人与人之间呢 不会有误会 不会有冲突 哪里会有战争呢 人为的灾害啊 是我们不懂的人与人的关系啊 第二个 第二个他教导我们 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这一点很重要啊 如果我们不知道 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 今天讲了 任意破坏 人与自然环境的生态 自然环境的生态 后果是什么呢 后果是天灾啊 天灾 人或人物一点啊 不是没有原因来的啊 我们不了解的关系 不知道啊 跟自然环境如何相处 又要在那里麻烦 第三个问题呢 人与天地归于神的关系 现在有一些年轻人 受过科学教育 听到这句话了 前面两句话他没问题 这句话他说 这是迷信啊 这是宗教啊 其实我们把这句话 换一种讲法 他就不反对了 科学家现在 确确实实证明 空间是多维次的 我们住在三度空间 现在知道有四度空间 五度空间 黄年族老知识 他是个研究科学的 他从西方 这个科学报道里面 他写了一篇文章 我把它附在 无量寿经注解的后面 读我看看就明了了 现代科学家 确确实实证实 有深运度不同维次空间的存在 那么换一句话说 我们宗教里面讲的天地鬼神 实际上就是科学家所说的 不同维次空间的生物 我们跟他们应该怎么相处 如果这三种关系搞清楚了 都能够平等对待 和睦相处 那我们的社会 真的就是风调雨顺 固态明暗了 那一定是安定 繁荣幸福 每一个人都过美满的生活 佛教教导我们是生活的教育 真正幸福美满的教育 我们要想过好日子 就像唐大元居宿所说的 必须要学习啊 这是要把佛教认识清楚啊 那释迦摩尼佛这个人 如果用今天我们一般社会的看法 给他定位 他是什么地位 都一定要知道 他不是神啊 他又不是新人啊 他是人啊 他是一个多元文化的社会教育家 这是我们尊称他 实际上呢 他是一个多元文化社会教育的义务工作者 我们知道 他是王子出生 他的月丽红身 眼光深远啊 他发的月是 他发的月是 为一切众生服务 帮助一切众生 解决苦难的问题 他知道 他知道这段事情 政治做不到 所以他不去集成他父亲的事业 学习王位 他也知道这段事情 军事武力也办不到 我们在经典里面都到 世贞 年轻的时候 武艺超群呢 所以他也不去做将军 也不去做统帅 把这个统统放下 那用现在来讲 那用现在来讲 科学技术经济都不能解决 什么能解决 教育能解决 他最后选择这个行业 于是我们这才明了解决社会问题 最重要的 最殊胜的 最有效果的 是教育 于是我们再仔细观察 释迦牟尼佛选择这个行业 不但一身教书 以一身作则 做出榜样来跟我们看 虽然是出家 他的父亲是帝王 他可以盖一个很好的寺庙 可以过很舒服的生活 他为什么要树下一帅 日中一时 语言门突破 为什么 他教导我们 如果真正从事于教学的事业 一定要自己给一切众生做出最好的榜样 你所教的 人家才肯相信才肯接受啊 你自己做不到 怎么能教别人做到 所以佛教人呢 以戒为师 以苦为师 你要不能过清苦的生活 你的烦恼吸气 确定到不了 佛在华原经上告诉我们 一切众生 藉由如来智慧德相 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正的 这句话重要啊 我们每一个人的智慧啊 都跟释迦摩尼佛一样啊 能力也一样 那个德是叫能力 真地叫万德万能 能力也一样 真地是 无所不知 无所不难 下面相 相好也一样 你的相相貌好 身体好 这个才真正叫究竟圆满的幸福 那现在文化为什么不丧失掉 智慧丧失掉了 能力丧失掉了 向好也丧失掉了 这个佛一语道破啊 是你的妄想分别执着 造成的今天这个样子啊 我们佛们讲业障 罪障 业障罪障是什么 就是妄想分别执着 如果不肯吃苦的苦头 不肯过辛苦的生活 你的贪嗔痴慢天天在增长 所以我这些年来教导同学们 我说你们要想入佛门 要想过佛菩萨的生活 佛菩萨的生活 就像方东梅先生所说的 人生最高的享受啊 我被方先生这句话的 拉进佛门来啊 方先生没有欺骗我 我完全把他老人家这句话 证明 人生最高的享受 那你必须要把你的这个障碍啊 要除掉啊 这个障碍就罪障业障 你要把他消除掉 在佛法里面讲 忏除业障 这忏是忏悔啊 以后我跟张家大使修佛 张家大使教导我忏悔法门 什么叫忏悔呢 你必须要找出你自己的毛病过失 你能够常常发现自己毛病过失 这在佛法里叫可悟了 你就悟了 悟后起身 悟了之后 就把这些毛病息息改正过来 这叫做修行 所以修行不是天天在念经 在念阿弥陀佛 在敲周墨鱼做那个样子 不是的 张家大使告诉我 学佛要懂识志 不注重心事 行事是在什么时候做呢 法会当中做 为什么做这个行事呢 行事是表演给不学佛的人看 让他有个印象 哦 我们要去学佛 真正学佛不重视行事 真正学佛重视识志 重视烦恼天天清 智慧天天增长 这叫真正学佛 唯有智慧才能解决问题 这个世界无论怎样繁杂的问题 智慧开了迎刃而解 我们今天智慧不开 大家知道的障碍啊 夜障啊 夜障的根是什么呢 《金刚经》上讲的 我像 我记 你看《金刚经》说的好吧 若菩萨由我像 人像众生相受者像 皆非菩萨 那是假菩萨不是真菩萨 真菩萨了 四相菩萨 四相里头一个神像 我啊 你还把这个身体当作我 奇心灯灭都为这个身体 你这一关不能突破 你就没有入佛门 这个佛门是什么 佛门小学一年纪 小臣虚脱还果啊 大臣菩萨 初心为这菩萨 所以 不论你怎么热心 护持佛法 修学佛法 你要不能把自私自利 确定放下 死掉 你就入不了佛门 佛法殊胜的功德利益 你就得不到啊 这是真话了 所以我跟同学们常讲十六个字 这十六个字是我们的根本账脉 是我们最账的根源 这十六个字就是自私自利 宁闻力啊 五欲六成贪嗔痴慢 你要把十六个字统统都放弃了 都没有了 恭喜你 恭喜你 你得大自在了 菩提路上一帆风顺啊 你看看释迦牟尼佛 他放下了 他得大自在 略带祖师大德 他也放下了 他得自在 我今天也放下了 我也得自在了 所以你们同兄千千万万记住 今天我在此间 拜托你们 不要拿什么东西来供养我 不要拿钱来供养我 替我找麻烦来 不是爱护我 为什么呢 我这个时候拿到钱 这个时候就交给别人 你不干脆给他吗 你胡必要我这转一道弯呢 让我就是给我麻烦 也不必拿一些吃的东西供养我 我跟主人说 我什么都不要吃 尤其是什么补品 不管是中国的补品 外国的补品 我统统都不吃 我每一天只吃一点青菜豆腐 我喝的是开水 也不要送茶叶给我 为什么呢 我都不吃 你们送给我 我都做礼物送别人了 所以说 一样都用不住 我的身体很健康 现在75岁了 是体的体能呢 大概给40岁左右的人 应该还差不多 我今天走到这边来 看到这个台啊 这个台相当高 这个台我一步上不来 一公尺高啊 我一步可以上去 这个台我跳下去没有问题 什么样的补品都不需要 我这一生 这个75岁 我没有生过病 那么很多同修呢 差不多四五年没见面了 见了面是我更年轻了 比五年前年轻了 我点点头 我自己有这个感觉 这才叫人生最高的享受啊 如果说佛 说佛会老了 说佛会有病了 那是你修学不如法 你不懂得佛法的理论 你不懂得佛法的方法 如果你懂理论 懂这个道理 懂这个方法 如理如法的修行 我在讲经常讲啊 学佛的人呢 应该是不老 不病 不死呢 那么这是几个基本的概念 也是非常重要的概念 所以我在此里 特别贡献的 该注意 那我们修行究竟从哪里下手呢 这就是应光大色的话了 顿伦尽分 伦 伦 是乌伦 是乌伦啊 乌伦 天然的知识啊 我们中国人常讲道德了 什么叫道? 人理是道 人理是道 这个是自然的知识 我们从人类来说 男女集合夫妇啊 乌伦从这里开断啊 有夫妇 而后你生下小孩 这就有父子 小孩多了的时候 这就有兄弟 那么进入社会呢 就有君臣 就有朋友 所以中国人将这个乌伦 乌伦不是孔老父子发明的 孔老父子非常谦虚 你看他老人家所说 他一生教学 恕而不足 他们有创作 都是啊 这个祖术古圣先贤的教会 这个东西也不是古圣先贤创造的 天然的 自然而然的 法则 自然而然的 之虚 就像这个气候春夏秋冬一样 决定不能错乱啊 这叫天道 道是讲的这个意思啊 当然啊 如果再讲到其他佛界佛经里面讲的范围非常大 我们仅限于我们人类的社会 啊 人类社会的天然之道 修道有得与心 这是得 修道有得与心呢 你把这个文长之道 你能做得很圆满 做得很好 你觉悟了 你明白了 我们佛家讲的说 大扯大悟了 智慧先贤了 这是得 有得与心 如果有得与身呢 就是刚才我讲的 身体健康啊 你修道有得与身呢 你的身 不愧衰老 不愧生病 有得与身 所以有得 只有身心两方面 道是一个 断能进分呢 因足教我们从这里下属 那释迦摩尼佛怎么教我们呢 给诸位说 释迦摩尼佛也是教我们从这里下属的 佛家修行的方法太多太多了 放门无量啊 又说八万四千啊 这是真的 方法门道无量无边 但是它的原理原则是一个决定不会改变的 我们要抓住它的原理原则 佛在《观无量寿经》里面 叫维提希夫人 维提希夫人 是我们的代表 就叫了我们 维提希夫人 她知道西方极乐世界殊胜 很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向释迦摩尼佛请教 有什么方法能够帮助他到极乐世界 而释迦摩尼佛在没有讲理论方法之前 先叫他练基本功啊 修基础 修学基础 基础是什么呢 敬业三福 讲到三条 三条讲到之后 有一句话非常重要 这个三条啊 是三世祝福敬业真因 我们就从这里明了 三世过去现在未来 所有一切成佛的人 那当然不是修一个法门 就是说 无量无边的法门 都是以这三条为基础 这三条要没有的话 任何法门都修不成功 我们从今上懂得这个意思 知道这个教会呀 这三条里面 同一条 校养父母奉祀四掌 这两句话就是登伦啊 所以映祖讲的话 依旧是从佛那边带来的 也不是他自己发明的 从孝亲尊师修起啊 动物论常 如果我们把这一句修复掉了 你这一身修佛 只是跟佛借一个语言而已 这一身有没有成就呢 肯定没有成就 能不能往生呢 肯定不能往生 我教念佛同修 你们要想到极乐世界去 要把三佛第一佛做到 云云满满做到 校养父母奉祀四掌 慈心不傻修十善意 这四句做到了 念佛求生进土 生凡胜同修土 你只能生到这了 不能往上去啊 要往上去啊 要把第二条做到 第二条呢 有三句 受持三规 居足众戒不凡为夷 连前面一条七句做到了 你生到极乐世界 生方便有余土 如果把后面三 这个第三条也做到了 总共有十一句 后面是 发菩提心 身心因谷 读诵大臣 劝尽行者 你把三佛十二句 全都做到了 那恭喜你 你念佛生息放极乐世界 十报断言土 佛在经上讲得清清楚楚 明明白白啊 只怪我们自己的学佛人 促心大意 读经 看经 不留意啊 最重要的 关键的教诲 错过了 到最后念了一辈子佛不能往生 最后责怪释迦牟尼佛 释迦牟尼佛你骗了我 你一教我这样 我都照做了 就不能到极乐世界 释迦牟尼佛答忘了 欺骗我 我们上他当了 欲天有人 那个最早的更重啊 佛没有骗我们 是我们自己粗心大意 疏忽掉了 顿能太重要了 顿能从哪做起 从夫妻做起啊 诸位一定要知道 佛教教育是生活教育 是幸福美满的教育 生活幸福美满是从夫妻开始 夫妻要不活 你一生没幸福了 你也达不到圆满了 儒家讲的伦理也是讲造端夫妇 你说 试出世间圣人 对这个问题看的这么重 修行 成佛做足 也是从这里开始 中国艳语常讲 佳活万死心啊 怎么样落实呢 使夫妻好后贵年偕老呢 佛教给我们四十六度 四十六度同学们都懂啊 是不是真懂呢 不见得 为什么呢 真懂你就会做了 你还没有能落实 没有能做到 可见的 你不懂啊 佛法 确确实实是 知难行义 凡夫成佛 说老实话 一念之间 念头一转 就成佛了 转你为物啊 这个人就成佛了 你为什么转不过来呢 你了解的不够透彻 不够清楚 所以 你还会 被外面境界诱惑 你自己做不了主啊 人家赞叹你一句 欢喜好几天 骂你几句 哎呀难过好几天 你说你把冤枉了 你自己做不了主宰呀 你不了解外面境界 凡所有相皆是绝望啊 一切有违法如梦幻泡影啊 尤其凡夫跟凡夫在一起 他说我喜欢你我爱你 你要想到假话不是真的啊 为什么呢 他心不是真心 他用的是妄心 妄心当然说的是妄人啊 那不会是真的吧 所以今天爱妮结婚了 明天恨妮就离婚了 你说不自相矛盾吗 现在在这个社会上太多太多 看清楚看明白 不要上当 不要被人骗了 确实虚情假意 什么人说真话呢 佛菩萨说真话 因为他的心真诚 清净 平等 真觉慈悲 他的话是真的 他的话永恒不变 他确实爱众生啊 爱一些人啊 我们恨他 侮辱他 陷害他 杀害他 他还是爱 绝对没有改变 这是真的 这个不是假的 那是什么 那是本性 你看三字经上讲 人之初信本善 这是一切众生 本性是善良的 本性是真心的 可惜呢 六道凡夫 用的都不是真心 用真心 这个人 最低先度 他真的阿罗汉 他是阿罗汉 他是菩萨 他不是凡夫 用真心的 用妄心的 六道众生的 六道众生的 你要晓得 都是虚情假意 可别当真 他欢喜你笑笑很好 他恨你笑笑也很好 没事 为什么呢 他刹那刹那在转变 他不稳定 一会往上升 一会往下降 他就是这个样子 我们对他了解 知道如何跟他相处 我们跟他相处 帮助他 帮助他回头 帮助他改过 帮助他回归自信 这就是佛菩萨的教育 所以 六道众生要落实 四些 诸位都晓得 不失 爱与 例行 同思 那 用现在的话来说呢 就是人与人之间的交际方法 释迦牟也是教导我们的 人与人之间的交际方法 这个方法学会呢 你应用在你的家庭 一家活目啊 家活万事行啊 所以 首先 要用在夫妻 夫妻才百年好活 百头谢老 你们一生过幸福美满的生活 那个故事怎么讲呢 用现在的话来说 就是 请客 送礼 夫妻彼此 常常不要忘记了 送一点小礼物 常常请客 常常送礼 千万不要看清了 非常重要 尤其现在 这个交通便街 常常到外面去旅行 无论是远距离 近距离 时间长短 不要忘记 先生不要忘记 给太太带点礼物 太太要出门 也不要忘记 给先生带点礼物 家里那些节日的时候 要团聚 要请客 释迦牟尼佛教我们的呀 你懂得这个呢 然后你把这个向外扩展 你的家族 到社会上 做私 你的公司 你们的员工 你们的这个 伙伴 你也用这个方法 你都学会了 你的公司上下会团结 你呀 真正是一家人 真正是一家人 爱于 常常关心他 这个爱于不是甜言蜜语 真正关心他的言语 常常问候他 关心他 我们自己所做的一切事 对他决定有利 有好处 同事 共同在一起生活 这个是佛陀教导我们的基本的道理呀 如果我们能懂得这个道理 把这个道理应用在现在过去之间 过去之间 我相信一定能够活无相处 好 我们接着讲到这个 顿能 顿能落实到的 净分 分是什么 分是我们的本分 儒家讲的 如无能是义 义母 这个义 是在讲的 细细去观察了 道义 仁义 情义 恩义 你要能懂得了 你要能落实 义里就喊的意思 很深很广 所以我们通常讲义 净游 父慈子孝 净游 净游 地宫啊 父义 父随 今天上午 光旗圣那边同修方默默 提出一个问题 男女平等的问题 现在 妇女啊 要增女权 说是男女不平等 提出这个问题 我没法子回答了 我说平等 这个事情太难了 为什么呢 五个指头甚至不一样长 不平等 我们是不是要用刀把它切掉 把它搞平等 我们人与人在一块站成一排 我们个子高矮不平等 是不是要把头削 高的头削掉 那个矮的时候把它按上去 是不是这样子 是不是这样子呢 你们想想这个平等 要怎么能才做到呢 为什么不平等 根源在哪里 你要懂得了 根源是我们的妄想分别执着不一样啊 这样才造成的不平等啊 你明白这个道理上 不平等就是平等 平等就是不平等啊 你们想想这两句话的味道 到什么时候真正平等呢 我们念佛经 佛告诉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平等 西方世界每一个人相貌完全相同 跟阿弥陀佛一样 个子都一样高 身体皮肤都一样颜色 神经色 真平等啊 所以你要平等 赶紧往生到极乐世界 你在这个世界 确定要平等 那么在这个世界 各位要懂得 什么叫真平等呢 紧分叫真平等 你比如我们在这个社会工作 我们的职位不平等啊 一个公司里面 董事长经理到底下员工 员工最利益的是清洁环境的员工 他怎么会平等呢 怎么样在这个里头看得平等呢 你把你自己本分 顿能尽分 你把你自己本分工作 做到圆满 就平等 董事长 把他自己的工作 做得圆圆满满的 董事长低了 做得一点缺陷都没有 总经理啊 把他自己的工作 也做得很 去尽心尽力去做 做得圆圆满 总经理也低 低跟低的平等 清扫厕所的那个员工啊 他也很尽责任 把那个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 他也低了 过过都低了 你这个公司里头 从董事长到最低级的员工啊 过过工作都是低了 低业就平等了嘛 这才是平等的真谛啊 六道里的平等的真谛 我们要懂得啊 你要不懂得这种真谛 你胡作妄为 只是造业而已 莱森的果报会很苦啊 所以一定要懂得 顿伦敬奋 这四个字的真谛啊 只是女人总是被压迫的 这是个错误观念 是有人在那里瞧不 你上了当了啊 女人有女人的本分工作 男人有男人的本分工作 那么现在虽然也有女子出来啊 这个踏入社会工作 这是不是好事 不是好事 你细细去算算这个账啊 你吃亏了 古生与先贤告诉我们 女人比男人尊贵啊 女人的权比男人权大了 什么权呢 社会的安危 国家的兴衰 世界的和平 女人操这个大权 这些有什么关系啊 与你相夫教子有关系 东国古人家 家里头没有贤妻 就没有贤妇啊 没有贤妇 哪里来的圣行出世 这个世界有圣行 全世界人得佛报啊 母亲的职责就是为全人类 培育圣行的人才 这是她的本分啊 她现在把本分丢掉了 要去干其他的事情 哎 古圣先贤佛菩萨看到 摇头开气啊 我们在座的女同修很多 好在我已经宣布全面退休了 我不再跟大家讲经了 你们最败我也不怕了 下一次我没有这个场面 你们不来我不害怕了 我也要跟你们讲真话 这个里头很深很深的道理 大家细心去思维 你就明了了 你比现在职业妇女 我刚才讲得不偿识 你是出去做你的事业 你做得很辉煌 做得很有成就 你儿女没有照顾到 你底下也待完了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有钱的人 雇佣人 雇奶妈去照顾她的小孩 她的小孩将她的习心的时候 她不会孝顺父母 为什么呢 对父母没有这份勤奋 她将来爱什么 爱她的奶妈 爱你家的佣人 为什么呢 那是她的养母啊 你的亲生母亲生了她 你不爱她了 你不教导她了 这个损失太大太大了 你家的后代晚了 你想想看 我常常讲 无论哪一个行业 家庭也否如是 你家里头没有后代 中国古人家 不孝友善无后为大 你家里没有后代 你一定四页做得再成功 再辉煌 你死了之后 你的成绩答案上是零 世出世间法 都重视了既其的人才 那是你真正辉煌的成就啊 你看看中国古时候 这些帝王 帝王一击位的那一天 帝壮大肆做什么呢 列了太子 他有后啊 他有集成人啊 我们今天把这一点疏惑了 只晓得自己去冲去拼 这个冲跟拼啊 这个词字啊 好难看啊 身影好难听啊 全都错了 不了解宇宙人生真相 啊 这个事情诸位 细度了凡私训 你就明白了 人生在世 一盈一浊 莫非一千地 啊 你的富贵公民 不是你拼来的 你要真能拼得来 英国定律 推翻 啊 英国定律 上帝都不能推翻 神圣不能推翻 佛菩萨也不能推翻 你一能把这个推翻 那我相信啊 上帝佛菩萨都要拜你做老死了 都要皈依你了 你的神通太大了 没有这个道理 你怎么样去拼得来的 还是你命里有的 我不拼 命里还是有的 你又何必呢 所以古人讲 君子落得做君子 小人冤枉做小人哪 西方人的观念错 我们今天吃他们的亏 上他们的当 非常严重啊 他们的观念 竞争 这两个字 害死天下人 你想想看 你竞争 提升就是斗争 斗争再提升就战争 战争再提升 世界末日 大家同归于尽 你就想西方走的路子 是一条黑暗的路子 是一条同归于尽的路子 中国圣人 西方宗教里面圣人 没有讲到金正 都教导我们要忍让 就是你 伊斯兰教古兰经里面讲的圣诞 你们不读古兰经 不晓得圣诞什么意思啊 圣诞不是侵略战争啊 圣诞是自卫的战争 像我们过去日本人侵略中国 中国八年抗战 在伊斯兰教义里头 叫做圣诞 是保卫自己啊 不得已抵抗啊 抵抗 这个针叫圣诞 但是现在有少数 回教徒把圣诞的意思 模糊了 用错了 所以我们常常劝勉 回教徒 应当好好地学习古兰经 古兰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和平 他们这个宗教是和平的 是仁慈的 不是我们一般人想象的那么凶悍 那是对伊斯兰的误会 对伊斯兰的这个错觉 我们一定要去研究他的教义 要去了解他的历史 认识他的文化 我们可以和睦相处吧 世间所有的宗教 基本的一个理念 基本的一个理念 仁慈博爱啊 佛家将大慈大悲 慈悲为本 方便为门 我们没有慈悲心 学佛的根本就没有了 慈悲心 你最后一个 要对你的家族啊 先生对太太要慈悲啊 太太对先生要慈悲啊 你要把福交给你的 落实到你家里啊 你对待你家的父母兄弟姐妹 要慈悲啊 对待你的亲戚相当 要慈悲啊 再扩展到对社会 对国家 对一切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宗教 统统要慈悲啊 这是佛教给我们的根本 我们看基督教 天主教 犹太教 这三个教是一家人啊 去年年初 南非有几个朋友 给我在业太一起吃饭 他们是基督徒 问我一个问题 吃饭死 他说你对宗教很有研究 他说我们基督教跟天主教 犹太教 我们这个之间啊 这关系啊 到底怎么个分辨法 我听了这个话之后呢 我就举了个比喻 我说你们这三个教啊 是一家人 不同的地方在哪里呢 犹太教皇上那一派的 清皇上的 天主教呢 是清皇后那一派的 圣母玛利亚的 基督教呢 是天 是清太子那一派的 他们一直很去笑起了 他用这个话说 很后悔逻辑 一家人啊 然后我把伊斯兰教 伊斯兰教是你们的表情 不要再打架了 一家人啊 所以 新旧约 这个犹太教啊 他依据的是旧约 天主教 新旧约 他都度修 基督教 注重在新约 所以他们这三个教 一部经典 偏重的部分不一样 就正如同 我们佛教的这个经典呢 宗派不相同 哪几个人喜欢那一部分 哪几个人喜欢这一部分 确实 中国佛教十个宗派是一家了 他们等于说是三个宗派 这三个教等于说是一个一个教的三个宗派 我们这样看法 你就看得很清楚 很明白 他们的经典最重要的 这个教义 神爱誓言 今天这个欧道法师很难得把我们这个禁宗学院的简介印出来了 在门口 分量很多 诸位同学可以拿一本回去看看 因为我这个里面 有团结不同族群宗教的一个字 爱字 今年七星年 我向全世界送这个字 原来印的是很大章 我送给布学总统 我要送给这个马来西亚的这个首相 送给印尼的总统 送了很多 这个 郭郭住在新加坡的大使 我们都曾经 赠送这个给他 那么旁边有很多印章 这第一个印章 神爱誓言 第二个印章是众神欢喜 我们要团结 团结宗教吧 这旁边这个声 真诚爱心 这四个字是回文 这四个字有十六种的念法 真诚爱心 真诚心爱 爱真诚心 怎么念不顺 这有十六种念法 我们劝导世界一切人 要拿出真诚的爱心来 不要仇视 不要歧视 希望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宗教 我们要 互相尊重 互相信赖 互相敬爱 互足合作 天灾人祸 就没有了 唯有真诚爱心 能解决问题 政治解决不了 战争也解决不了 战争这个事情 只能够说 借冤恨 这个冤恨 愈积愈慎 今天出的这个乱子 我相信 不惜总统啊 很麻烦啊 都知道这个事情 要怎样摆平呢 要是遇到我们这些 修佛的人的话 这个问题很简单的 轻而易举 就摆平了 就借他换习了 所以有人问我 罗法师那怎么解决呢 我听说美国经理 现在他们过会有 拨款四百亿 防止恐怖分子 拨款四百亿啊 能不能防范的呢 不能防范 这四百亿确实我来用啊 这个事情立刻解决了 怎么要用盘呢 那 对于阿富汗 对于这个 阿拉伯这些贫穷的人 我把这四百亿啊 礼物送给他们 啊 帮助他们 过美满幸福的日子 这个事情我马上解决了 这就是我们佛教的四学法啊 四学法问题马上解决了 往年 那个韩战 粤战 我都讲过啊 韩战 花了八亿美元 八亿美元 如果拿去送给南北韩 无条件的帮助他 使他们的经济能够复兴 工商业能够复兴 人民能够过得很好的日子 我相信 南北韩呢 都会喊 美国人做爸爸 他还没有打仗 这问题马上解决了吗 钱花在战争上 借下的烟酬 生生世世 没完没了 错了 越战 越战打了二十几年 花了八十亿美元 八十亿美元 你要是送给南北韩 我想南北韩的人 一定看到美国人喊老祖宗 所以 钱一样的话 效果是两个样子 要再有智慧 有钱是福报 用钱是智慧 美国人有福报 可惜智慧差一点 动不动就打人 打人不能解决问题 那我们在最近 在这个报纸资讯里面所看到的 恐怖分子 不是一天两天 我们给他估计 大概有二三十年 二三十年 畜生极虑 在培养训练的 这些恐怖分子 这些人 人数一般估计 至少有一万多人 分布在全世界 许多国家地区 你怎么能把它消灭 纵然是把阿富汗 全部都消灭掉了 还分布在世界上 各个地区各家 怎么办 要真消灭的 那真是晶石居分 把全世界的人全部杀死 那就消灭掉了 留一个 可能那个人就是恐怖分子 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了 那么最近我们在资讯里也看到了 有不少人救护道路 劝不许不要打这个仗 要用和平的途径 这个 这个谈话的 这个途径呢 来解决 当然 最有力量解决的方法呢 是拿钱去布施做好事 去救济他们的贫困 帮助这个国家来开发 诚心诚意 布施不要干涉别人 这个问题 这个问题立刻就发现了 我相信 所有经过受过训练的那些恐怖分子 都收心都回头了 这个才是消除天灾人祸的不二法门啊 所以 印竹给我们讲的 顿伦敬分 这四个字的意思 深光无限啊 从我们家庭呢 做到学会 做到国家 做到整个世界 因此 我们修佛的同修 第一 要把心量脱开 不要起心动念 想到自己 想到我的家庭 想到我这个地区 不能解决问题 最低限度 其心动念 要为整个世界 人民幸福不想 问题就解决了 问题就没有了 我们自己 这个身 要为 整个世界人类 服务 你有这样的心愿 无论你走到哪个国家 不同的族群 不同的宗教 你都会受到欢迎 为什么 你这做义工的了 你这替他佛务的 替他无幸福的 要有这样的心量啊 这样的心形 在佛法里面 他算什么呢 这主要说 算是一个好人 境界并不高啊 如果再要想把自己境界提升呢 你的心量还要靠他 佛菩萨的心量 心包太虚 亮周杀戒啊 那我们这个册子里面 也有一个小图上 心包太虚 亮周杀戒 那是佛菩萨的心量 我们包一个地球 人心呢 不能包个地球 人心都不圆满 这是我们不能不知道的 不能不理解的 佛法多大精神 是必须要修习的 它是生活的教育 它是智慧的教育 它是幸福的教育 它是消除一切灾难的教育 它是帮助我们 不病不老不死的教育 实在是 说好 好到极处啊 我们没有办法来形容它 世界古人讲的 世间好语佛说尽了 佛经里头字字句句 都含五两一言 字字句句 都是帮助我们 消灾缘满 帮助我们得到 究竟圆满的幸福 今天时间到了 我们只能够讲到此地 这一点 这一点贡献 今天晚上在座的 诸位同修 我非常感谢大家 希望我们 共同努力 脱开心量 真正做到 顿伦净分 鲜血存尘 老师念佛求真净土 印足对我们的教诲 同时 同时我们要发愿 敬行受 为全世界的众生服务 为一些苦难众生服务 特别是在休息 比如说 我们每天度金 我们每天研究 我们每天念佛 要记住 你用什么心去做 我今天研究金教 为我自己 这个风很小 我今天念佛为自己 这个功德 是一点点 应该用什么心呢 我今天念这个佛号 深圣佛号 为全世界众生念 为全世界苦难众生念 再为自己 我多念一声佛 全世界众生 他的灾难就消一分 我少念一分呢 那他的苦难就要多受一分 我们用这种心情 谁给你为人 牺牲自己 众生不会念吗 不懂得 我代表他念 代他念 我们用这种心 不为自己 也不为全世界众生 希望他们能够消业着 希望他们能开智慧 希望他们能够自觉 希望他回头 希望他就在灭难 用这个心 无量无边的功德 这样才能真正测尽自己 我不能不能 为自己偷偷拦 没有关系 一切众生这个担子很重 我干他们得福 我不真干他们受罪 你就不能不干了 好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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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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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